其實一般人會覺得說很困難 可是它有幾個小技巧 雞蛋呢 上面會有一個尖的部分 一個平的部分 那我們會在平的部分 這個氣勢的部分 會幫它找一個洞 預防蛋爆裂 第二個秘訣就是要加鹽巴 訣竅就是說除了加鹽巴以外 另外有些人它還會加上醋 這三個目的都是為了什麼 防止蛋白肉出來 答對了 背面已經滾得很均勻了 是 我們慢慢的讓它下去 我們讓它滾的時間的話 是要維持六分鐘 讓它有一點是轉圈圈 讓它試個三過一碗轉圈圈 讓它均勻一下 我們要讓它蛋黃維持在中間 你總不能每個切開 不是在前就是在後 記住喔 我們醬汁條的原則是 一定要改過蛋 齁 有 有料 有 帶一點鮮美的滋味 用點鹽巴 一點紹興酒去調味 讓它整個湯的滋味出來 不會像白開水一樣 這麼平淡 它的高湯跟蛋的比例 為什麼它會這麼嫩口 答案是1比2.5到3 我們除了準備好蒸鍋以外 我們一定要讓它開蓋 不要讓裡面的蛋液在滾 當裡面的蛋液在滾的時候呢 它的波紋就會出來 就會變成很醜 好 那我們的鍋蓋 就把它稍微斜蓋這樣子 那我們就開始計時八分鐘 哇 也太漂亮了吧 感覺真的是很厲害 一口吞喔 一口吞喔 哇 如何 如何 有入溫耶 中間是蛋黃 蛋黃怎樣 很剛好是不是 然後嫉妒這個節奏 然後簡單的調味料 蛋也可以變很好吃 而且 而且彈心蛋輕輕鬆鬆在家裡 就可以做得出來 不用再花20塊去跟人家買 超滿的 而且完全沒有那種 地震的造型 欸 有喔 唉唷 有喔 有 然後裡面還有香菇 這樣子 感覺挺厲害的耶 香菇這樣子 OK嗎OK嗎 真假的 你根本除神嗎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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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